好 你看后面说 在穿过了赤道之后 这个船长呢 就是顺路停靠在了一个港口里面 并且请人装了一只新舵 但是到那个时候 赛姆皮雷号已经在他前面 有超过500多英里了 这个时候赶上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还是先做语法程度分析 after还是引导一个时间状语 在穿过了赤道之后 这个after在这当借次来用了 咱们说过借次连次都对 然后呢 主干是 captn这个船长 顺路停靠在一个港口里面 这个pull还是港口 这个calling at 表示顺路去某个地方 这个结构咱们一会儿会讲 然后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 是目的状语了 干嘛呢 来请人装一只新舵 这个have something done 咱们以前说过 请人做模式 I'm going to help her cut 我打算请人把头发给我理了 请谁呢 装的舵 甭说了 总之是请别人来装的舵 但是but 还是引出并列句 那还是并列年词 但是by now 到了那个时候 为什么by now呢 其实这里是相当于by then 到了那时 但用by now的话 更增加了现场的感觉 让读者好像身临其境 在处在这个情景里面去 到现在呀 他已经超过500英里了 增加了现场感 这身临其境的感受 尤其在讲故事 描述小说的情节 用这个用的特别多 那么后面说 Simon Hurtout 已经在他面前 大概在他前面 大概500多英里了 赶上已经不可能了 好 那么这个里边有些小细节 今天我们看赤道这个词 我们先大声来读一下 那read on me equator equator 赤道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维度 这个地球肚子最大的这一圈 就维度 那么还有呢 我们说地球的两极 这个两极呢 在星光年二侧见过 就是Povo刚好跟赤道相反的 这个赤道是横着的这一圈 两极是刚好上下两个点 那么北极 叫做North Povo南极点 The South Povo 这北极南极 是这么来说 这个时候专有名词 这个皮靠大写 还有一些 我们跟它类似的 你想这个维度 精度 还有一个地轴 相关的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维度 赤道就是维度零度嘛 我们大声里面 latitude 还有这个精度 我们刚才看到格林尼致 就在精度零度 这个本处子物线 这穿过 就是竖的这个线 我们读一下 Longitude Longitude 这是精度 再读一下地轴 这个词 Axis Axis 当然这是虚拟的一个轴 就像地球移上中间个轴 绕着它转一样 这地球好像有个转的中间的枢纽 但这是虚拟的一个轴 好怎么样呢 这个船长 Calling at a port 就是顺路 在一个港口停泊 顺路去某个地方 或顺路去拜访某人 作为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记记 顺路去某个地方 就Calling at somewhere 不是专门去的 顺路到这个地方去 顺路去拜访某人 就Calling on somebody 这个搭配不一样 但都是顺路的意思 咱们看一些例子 Will you call at Calling at a supermarket for some eggs and milk 我说您呢 刚好路过那儿 能不能顺路去一下超市 买点什么鸡蛋跟牛奶呢 Calling at a supermarket 说明呢 不是专门去的 顺路去一趟 同样的 看顺路去拜访某人 Could you calling on mom on your way home 在你回家的路上 能不能顺路去看望一下母亲呢 看望一下妈妈呢 顺路去某个地方 或顺路去看某人 都行 好 这是顺路去某个地方 或者顺路去拜访某人 那么在本文中呢 就是这个船长顺路呢 就到了一个port港口了 到了一个港口那儿去 去干嘛呢 来请人装一个新舵 to have a new rudder fitted 这个咱们刚才说了 have something done 是请人做模式 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 为什么呢 But by now The Thermopylae was over 500 miles ahead Sam McPily Hall 已经在他前面 超过500英里了 这个by now 咱刚才说了 就是by then T-H-E-N 那个then 为什么不用by then呢 by then 不如by now 有现场感 到了现在呀 那个大船 已经在前面500英里了 你看 用by now 好像读者 就在故事里边 使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 就跟故事 同时发生一样 这个在描述一个 故事的时候 在小说之中 经常用by now 来代替by then 使读者 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有现场感 这个不光是这个书这么用 我们看在by now 这个结构 在57颗里面也会出现 咱们看256页 第一行末尾到第三行 256页 第一行末尾到第三行 I had expected to be near my objective by now but everything still seemed alien to me 我原来以为呀 到了那时 应该已经接近我的目的地目标了 但是周围每一件事 每一个东西 看起来 对我来说 都是那么的陌生 这个时是指返乡的旅程了 这肯定是过去的事情 但by now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by then 到那时 我原以为呢 是快到目的地了 但是周围陌生 好像并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这个by now 就是by then 我们以后再描述个故事情节时 也可以模仿这个写法 那么当然最后那个 500 miles ahead Ahead在这是个副词 也可以把它改成借词短语 就是ahead of也行 在什么什么之前有多远 百分钟也可以加上 ahead of the Carly's Ark 或者干脆用带词 ahead of her 在它前面有500英里 500多英里这么远 百分钟有语境 所以后面那个off就被去掉了 那就可以了 好 后面说 Though the new rudder was fitted at tremendous speed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Carly's Ark to win 这个咱们还是先分析语法成分 Though之前 是Though引导一个让步状运从据 尽管这个新舵 被以非常快的速度装好了 但是呢 对Carly's Ark来说 要赢 已经是不可能了 主句中 还是白颜色的是主句 It依然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 还是动词不定是to win 要赢 对它来说 是不可能了 另外这个 at tremendous speed 这是复习 老知识复习了 我们知道以什么什么速度 这个speed这个名词 加with加at可能都行 但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回忆一下 第九课说过 speed如果是用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与at与with搭配都行 本文中是不可数名词 它没有加冠词 后面也没有复数 那么用at当然是对的 at great speed with great speed 都对对吧 不可数名词 但如果是可数名词呢 就只能用at搭配 at a speed of 6 mph 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 这是at a speed 这个地方是可数的 而本文中不可数 用at用with都对 所以本文中当然也正确 当然也正确 好 那么本文中是什么 at tremendous speed 以极大的速度 极快的速度 这个tremend表示数量很大 极大的非常大的 我们在回忆一下21课里面见过 我们看这个106页的第9行到第10行 106页第9到第10行 也出现tremendous in his day Mendoza enjoyed tremendous popularity 在他鼎盛时期 Mendoza享有盛誉 popularity名声 名声特别大 也可以用这个tremendous 对吧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第9课见过那个 第6课见过的 以非常快的速度开走了 还记得吗 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这个 at a fantastic speed 第6课说这个汽车 以非常快的速度开走了 fantastic也经常秀是speed 表示速度快 如果表示以一个速度 也可以加n 那不可数名词 也可以跟at搭配 反正这个speed可数不可数 都用at 都可以加at 以非常快的速度都行 尽管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装好了多 但是对卡里塞和来说 有赢不可能了 后面说 she arrived in England a week after the Thermopylae 他在赛姆皮雷到达英格兰之后的一周呢 他也到了英格兰了 这个a week after the Thermopylae 在什么什么之后一周 这是我们以前多次说过的 在之后之前多久的说法 在before和after前 加上这一段时间就行了 你看我们看after的用法 咱们回顾一下在第十课 五十页第九行 出发以后四天 four days after setting out 把four days放到前面去 出发以后四天 这是用在after 还有呢你像第十九课中 第八十六页的第九行 八十六页第九行 three days after rest's disappearance 在这个rest失踪以后的三天 你看之后四天 之后三天都用它 本文中是之后一周 a week after也是很类似 before也行啊 我们看二十九课 就是一百三十八页的第十三行 一百三十八页第十三行 a few weeks before Christmas 圣诞节之前的几周 你看都是把这一段时间 放在before和after的前面就好了 举一反三的怎么都会说呢 在三姆平的后到达之后一周 他也到了英兰 尽管晚了一个星期 作者说已经很了不起了 even this was remarkable considering that she had had so many delays 甚至这样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remarkable咱们在以前说过 就非凡的杰出的了不起的 为什么呢 considering考虑到 它有这么多耽搁 这么多延迟 这个considering在这 当廉词来用 是个复合廉词 它后面有没有这个that都行 注意considering 表示考虑到词性是灵活的 它常见的词性呢 可以做借词 也可以做廉词 它做廉词时 既可以用后面加that 也可以单独使用 不加that也对 也可以 做借词呢 当然加名词就好了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看第十九课 八十六页的课文最后一句话 十九课贵重的宝贝猫 八十六页课文最后一句话 considering the amount she paid he was dear in more ways than one 考虑到他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 那么这个dear在这里 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了 这个considering 后面加的是the amount 再加定义从这she paid 这还是名词短语 这是借词 但在本文中呢 这个地方明显是廉词 而且后面这个that是可以去掉的 甚至是这样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considering she had had so many delays 这个dad加上也对 去掉也对 这个时候considering可以当负和廉词来用 所以记住他既是借词又是廉词 廉词既可以用dad这个连用 也可以去掉dad 他本身单独做廉词也是正确的 好 那么最后他说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f she had not lost her rudder she would have won the race easily 毫无疑问 如果他没有丢掉他的舵的话 他将会很轻松的赢得这次比赛 哎呀 这个句子还得分析下他的语法成分 there is no doubt 是句的主干结构 这个nat从句一直到句末 也是个从句 什么从句呢 这个从句又不太好理解了 这个严格来说呢 可以看作类似于避语从句 为什么呢 本来的正常语气是这样的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at 关于这个事是没有疑问的 注意 有些语法术瞎说 把这个从句 那从句看作道的同位语 这含义就不对了 如果没有对他的疑问的话 这含义就烦了 因为对于这个事情是没有疑问的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或者把它看作同位从句也行 为什么呢 你要看作借词比语的话呢 就可以看作省略的借词about 为什么 李老师多次说过 在that从句之前是不能加借词的 除非叫in that but that except that 还记得吗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作省略的借词 就是做借词的宾语从句 只不过借词被省略了 也可以看作同位于从句 为什么呢 可以看作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fact that 对于这个事实是没有疑问的 哪个事实呢 这个that可以看作那个 about the fact 里面那个the fact 它的同位语 这么解释也行 所以这个从句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然后在这个that从句里面 又牵涛了一个if引导的条件状态从句 if she had not lost a rider 如果他没有丢掉他的舵的话 然后呢 that从句里面的主句是 she would have won the race easily 注意画横线的部分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它是丢掉了舵 如果没有丢掉舵的话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序 从句中用过去完成时 主句中用would should could not 加have done这个结构 标准的虚拟 这个别着急 最后一句话中重点还不少 首先这个句型 there is no doubt not 毫无疑问的是 不用说 肯定会这样 这个句型特别常用 我们可以把它记住 毫无疑问 there is no doubt not one day a killer will be found 毫无疑问 有朝一处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治愈的方法 一个治愈的 这个治愈的这样一个药 或者疗法 keyword可以表示能够治愈的药物或疗法 毫无疑问 我们说肯定这个事会发生的 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 我们可以用写作时 用副词也行 就是undoubtedly 毫无疑问的事 用它也行 跟there is no doubt not 这个句型可以替换 毫无疑问的事 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she was undoubtedly the best candidate 她毫无疑问 是我们最佳的候选人 比其他人都好 毫无疑问 或者放在句手 你看undoubtedly public interest in folk music has declined 毫无疑问 老百姓对于民间音乐的兴趣 已经下降了 这个结构也相当于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ublic interest in folk music has declined 你看 可以去替换 差不多 毫无疑问 用副词也行 也可以 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 不用说你也能知道 毫无疑问 不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对此没分歧 看法都同意 可以类似的用 needly to say 不用说你也能知道 也是这个事肯定会发生 肯定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在新三册里 也会大量出现 比方说看36课 166页第16行到第17行 166页的第16行最后到第17行 needly to say the man's name was Hans Basman and he really was Franc's long-lost brother 不用说你也能知道 这个男人的名字 确实就是Hans Basman 并且他的确真的是 弗朗斯长期失去音讯的 这个哥哥 这个不用说你也能知道 可以用它 还有呢 我们看在另外一课书中 就是在第43课 第200页的第5行到第7行 200页的第5到第7行 你看这句话 needly to say the bigger risk an insurance company takes the higher the premium you will have to pay 不用说呢 你也能知道 这个保险公司冒的风险越大 你必须支付的这个保险费 就会越高 needly to say 就毫无疑问嘛 不用说 你也能知道 就不必说了 再说成废话了 这也是表示确定无疑的一个重要表达 这个结构可顺便把它记住 也非常漂亮 还有吗 还有 这也是说不用说了 不需要说再说成废话了 叫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还是一样 不用说你也能知道 就不必说了 这个再说成废话了 我们看例子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home is the warmest place in the world 不用说 家当然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 就是类似中文说 不用说了 就确定无疑的是 跟这个 there is no doubt that 是类似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 real sportsman will never dream of cheating in the game 不用说一个真正的运动员 是绝不会梦想在比赛中作弊的 你看不用说 你知道就毫无疑问了 我们对此看法没有分歧 表示确定无疑 这几个重要结构 可以顺便记住 特别漂亮 记住单词不是计搭配 计搭配不是计句型吗 老师说我拿回来就可以用了 就保证地道 而且速度快了 就好了 好 再回到本文中 那么他说 如果他要是没有丢掉他的舵的话 这跟事实相反了 咱们复习吧 以过去事实相反的 if型的虚拟 这个if型的虚拟 我们在当初的第17课 最长的吊桥中详细讲过 以过去事实相反 if从句中 大写的asperger主语 为动词用have done 过去完成时 主句中呢 主语之后 would should could mind 四个情单动词任选其一 我们叫have done 这个结构 这是我们当时讲过的 固定的一个虚拟 回顾一下 在第45课里面 208页的第13行 到底14行 208页13行 到底14行 咱们当时讲虚拟 是举过这个例子 if they had only had one more child the fact would have passed unnoticed 第一个have是住动词 第二个have是十一动词 如果他们当初只生了 多生了一个孩子 而不是多生了五个 不是五胞胎的话 这个事实可能就会不为人知的过去了 但是当时他们生的是五胞胎 与过去事实相反 我们再看一看当时讲过的 新概念第二册 这个第71课 著名的大中这个片段 如果这个国会的大楼在1834年没有被烧毁的话 那么这个大中呢 可能就再也不会被树立起来了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当时是被烧毁了 如果没有被烧毁的话 这个结构也是复习放在一块把它记住 然后呢再回到集中 she would have won the race easily 他会轻松地赢得这个比赛 诶 正又回到第21课的知识了 前后诗里穿在一块 赢得比赛可以这么说 但能不能这么说 she would have won the thermoply easily 轻松地赢了赛姆皮列号 这个不行 我们中文中说可以说赢了对手 但英语中得说击败了对手 他只能说赢得了比赛 赢得了奖金 但不能说赢得了对手 这是不行的 因为win 咱们翻译成赢得 所以可以怎么变呢 she would have beaten 或she would have defeated the thermoply easily 他会轻松地击败赛姆皮列号 这就可以了 beat 过去分词是beaten 还记得吗 beat 一般过去词beat 一样过去分词beaten defeat是规则的 defeat defeated defeated 一般过去词过去分词都一样 轻松地击败赛姆皮列号 最后咱们造一个句子 毫无疑问 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撞到冰山 他将抵达目的地而毫发无伤 抵达目的地毫发无伤 有个形容词叫intact 就是一点毛没有 没有任何损害 毫发无伤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它当逐语不足语呢 咱们前说过逐语不足语 可以补充说明这个动作发生时 逐语的状态是毫发无伤的 对吧 我们看着句子该怎么说 毫无疑问 再背一遍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Titanic had not been hit by the iceberg 主句呢 主句呢 She would have reached her destination 再加行动词 这个剧情特别漂亮 首先前面这 There is no doubt that 固定剧情毫无疑问 然后if从句中 是与过去时相反 if从句用过去反之时 had not been hit by the iceberg 主句中呢 She would have reached 用 would have done 对吧 但那是后面呢 intact 这是逐语不足语 还记得吗 动作发生时 逐语所处的状态 咱们在前面的二十四课 贵中骷髅刚讲过 I stood in front petrified 我站在壁桌前 被吓坏了 petrified 也是逐语不足语 好 你看我们的句子 越学越快 越学越地道 越学越复杂 这是我们这个英语水平 再慢慢慢慢再提高了 好了 二十五课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文章 里边重点知识 特别特别的密集 老师讲过一遍 只是带你领进门了 但修行 还有看个人 我讲了半天 你不复习 那咱们师生双方的时间精力 就完全浪费掉了 希望大家反复的复习 直到记到脑子里边 再次回忆李老师说的 英语是一门技术 是一门手艺 而不是知识 知识明白就行了 技术手艺 得亲自掌握 得熟 怎么熟呢 一遍一遍重复 把它记到脑子里边才可以 好 二十五课重点文章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